大家好,我回來了 大家是否以為我失蹤呢? 其實不是失蹤 因為早前我買了房子 大家可能的部份都知道 因為早前回到香港 令到入伙的時間有點延遲 早前因為預備入伙 就去買傢俬、去預備收樓的東西 很忙,現在就叫做入伙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入伙前做些甚麼功夫 給大家一個預算 而大家也看到我的房子 都是家圖四壁的 上一手業主其實都很新正用得 現在大約是五年的 雖然五年,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東西 是需要做一些小裝修、小改動的 我們今天真的入伙了 你看看我兒子開門 開了一推就可以了 還要摸一摸 好,我們新居入伙 雖然房子比較新 但我們事前都要做很多功夫 例如燈飾 因為上一手業主是一個中國人 他們對燈飾就不太關心 我們一看下去真的不行 要換上全屋的燈 還要加了很多的downlight 這些叫downlight 加了三四十盞 而且買燈都買了三四車燈 都很厲害的 大約買燈的預算都買了六千元 而燈不是最貴 反而裝燈是最貴的 用一個合格的技工去裝燈 是要四千元的 你看這些燈飾 廚房的改造 我們就換了一些燈 這個是一個主人房 它原本是一盞大燈 我們就變成四盞燈 一盞風扇燈 另外樓梯的吊燈 我們都換了 那盞是現在的燈 真的不太行 另外飯廳也換了一些燈 Alfresco也換了一把風扇燈 整個觀感不同 有燈了 還有家具 我們就在Next Scully 就買了一張飯桌 飯桌就不是訂很久 一個多月就到我們家了 但是這些沙發 就要訂四五個月 沙發兩個月 我們都未見到拍攝 真的不知道它什麼時候送到來 那有飯桌又怎樣呢 有飯椅 我在Harvey Norman 訂 買了一張飯椅 都等了一個月 都未見到拍攝 而我們就做了一個小小的裝修 因為廚房就是女人的重地 要尊重太太的意見 我就換了這個Bench Top 以及換了一個星盤 以及加上新的水口 還有留意你們入伙的時間 要換鎖匙 你可以保留鎖膽 但是可以叫它配一條新的鎖匙 這樣都可以做的 他們很厲害的 這間公司 我們就保留鎖膽 但是換了一條不同的鎖匙 雖然我們也有Handyman做裝修 但是我看到一些小小的痕跡 我都想試做一些扇灰 批檔和柔柔的 師傅所說的 有時候你看到近看 就真的像幅畫 應該叫遠看就像幅畫 近看就像豬扒 而我們樓上的衣帽 我們就拆了一些架 就需要裝一些衣� 現在訂了12個衣� 你看幾大堆頭 我們要逐快搬上樓上 逐個去砌 日以繼夜以繼地去砌 砌到日頭變夜晚 夜晚變日頭 有些人說 為何你這麼辛苦自己去砌 其實這裡砌一個櫃 我們那次問過現在 是需要250元一個櫃 所以我們都為了省錢 我們自己去砌這些櫃 真的省兩三千元 其實這裡澳洲人都很流行DIY 大家不妨試一下 我計算過時 每砌一個衣櫃的框 就需要大約40分鐘的時間 你看到我們砌到有板有眼 這些叫兩個衣櫃 這裡十月有三個 到真的搬屋了 你看我們的客廳 放滿我們移民來的時間 的箱 連那些箱 我們都沒有拆過 我們都看到滿目倉儀 真的慢慢去開箱 搬屋當晚 就發覺自己的床還沒砌 半夜三更才來砌 床才可以睡覺 你看我們砌不同的櫃 的時候有多少個紙皮 我足足載了兩箱紙皮 去我們Council附近 一個叫做Transfer Station 一些回收箱 他們那裏收紙皮 是可以免費回收的 那我第二批傢俬又到了 這次是砌我們的書櫃 你看看多多書架 我們還要加高到2.36米高 而旁邊這張升降台 真的一流 有160cm闊的 你從屋外看我的房子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窗簾 這裏的窗簾 真的要搞很久 隨時要搞你兩個月 所以大家入伙之前 如果要換窗簾 記得早點去換 搞了屋裏面 就要搞到屋外邊 你看看多多花 原來有人說是野花來的 是要剪的 那我就得起心肝 去Burnings買一個叫做Weed Puller 是要去拔這些野草的 你看看怎樣用 你看看這裡有多少野草 一來 這裏兩個月之後 已經有這麼多野草 這些這麼好明顯的野草 通常這個野草 就是這樣 壓下去 其實這些野草可以的 還有高白 另外還有很瀟灑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不過就有一個沒有處 就是一個一個洞 不過都要做的了 真的不要開玩笑 這這麼頑劣的野草 真的可以叫得出來 你看看整棵西洋菜這麼大棵 不單止我用手拔的時間 可以拔到半個人這麼高的野草 真的會嚇到自己 而我們後花園 因為還有很多不同的草 旁邊還有檸檬樹 我們都真的要買一個剪草機 我們最後買了一部 我們對剪草機不太認識 但你看這個BB仔 對剪草機很有認識的 很厲害的小孩子 他都吃些什麼叫Mora 對 他有些意識的玩草 其實他不斷說Mora 搬來新屋兩個星期 又落薄又大雨又打風 真是去挑戰一間屋的極限 很香 很香 放在那邊吊 那些薄 不小粒 剛才下了五分鐘薄 天已經是沒有下雨 只是下薄 天是光的上面 你看整地的停在一場門口 不停撇雨 一地都是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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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問過這裡的人 原來說晚上下薄 真的很少見 你看那些薄真的不少 朋友提醒我們 當晚打風的時間 就有停電 所以我們先買一部電筒 而我們的鄰居 看到我們的空間 還有東西 就送一個壽球花給我們 還有一個叫做藍薑 還有這些 有些 Rose Mary 辣椒 等等 不經不覺 我們入了火兩個星期 真是挺喜歡這間屋的 我們仍然需要安裝一個CCTV 因為屋大 所以要找一個幫手 還要記住 買一個叫做吸塵的機械人 否則會吸到你傻 還有留意 要買一個Router 真的覆蓋比較大的 我們都希望在這個新屋裡面 再次展開我們的疑似人生 我們下一集就會說說 我們入火前入火後 我們最常去的地方 就是一個男人的浪漫地方 下次告訴大家 拜拜